好 现在Omicron变种病毒已经侵入校园了 双北就已经宣布说要推动疫苗护照 我们正要来看到的是 从吸体牛排来看起 目前已经有再增加三例的顾客确诊 两人是同天的临桌也就是坐隔壁 那么一人是两天后去用餐也确诊了 那陈总指挥官就说 目前吸体案已经矿例了135人 确实也看到了Omicron的传播力量 真的是非常的强大 那么林口长跟的副院长就有说了 12岁以下还没有接种的儿童 如果爆发了一些染疫的事件 对于儿科来说是一个非常严重的冲击 因为他说这一波疫情 已经造成了7名儿童已经确诊了 那么医师潘进志就说 不能放弃打疫苗 戴口罩还有洗手 如果社会放弃了抗疫跟病毒共存 那么先倒下的会是医护 医护人员他们现在称为血汗医护 那么就看到了境外移入呢 在这个这几天有增加72例 那网友就质疑说 这些人有没有可能是因为 在国外已经确诊了 那么就赶紧回台湾 来使用台湾的医疗资源呢 这个旅外的网友就说了 在法国确诊健保补助不用钱 然后又有人说台湾的健保 没有多了不起会让人想花十几万元 回来来使用 因为你还要隔离 你还要冒这个风险 但也有人说他们担心的是 这个慢性病的人没有打疫苗 那如果染疫该怎么办呢 好那么现在双北要推出护照了 引发各种行业的 他们也很担心说 现在疫苗护照如果今天说要推出 明天就开始施行 那根本就业者上会来不及 也会引发民众的恐慌 很多行业可能就不用国了 那么也有人说 很多人不是不打疫苗 是因为体质不太能够打疫苗 所以他们就说很多东西是不能够强迫的 但双北市在想推疫苗护照 出现了个尴尬的一国两制现象 那新北市就要求说 如果你未来要进入校园 你必须要接种疫苗 两剂然后满14天的小黄卡 拿出来才可以进入 台北市也要打算跟进了 这个疫苗护照 如果你有打疫苗 跟没有打疫苗 当然会有一些差别 打了两剂疫苗 满14天或你打了第三剂的人 那么你是不是有比较强的保护力呢 你就可以在餐厅用餐 敬酒或者是你运动 可能可以不用戴口罩 那对于没有打疫苗的人来说 有些人可能是不敢打 不想打 那有些人可能是因为慢性病的问题 不太能够打 而指挥官就说了 现在他目前还不跟进 但是也呼吁双北 要注意一下 基于基本的人身自由的限制 不应该过于强烈 Omicron爆发就怕群聚效应延烧 新北市抢先宣布 未来像市长侯友谊这样 只要进入校园 就必须出示小房卡 证明已经接种两剂疫苗满14天 保护孩子们的校园安全 特殊状况必须要进到校园的 我们都必须要出示 我们的小房卡 要打满两剂满14天 虽然新北餐厅内用 仍然不受限制 但隔壁的台北市 却打算让餐厅成为先行者 只要打满两剂超过14天 或超过三个月 但有打第三剂 都可以使用绿色通行证 要怎么用 也要跟中央商量一下 毕竟我们还是要 借接人家的健保资料系统 中央目前有出国要用的 那个护照 我们把它改成国内版而已 相对安全 那这种人也许 比方说去运动 不用戴口罩 餐厅吃饭 不用这样 就可以敬酒 意思是说 它会比较一个 比较宽松的规范 那你又不打疫苗 那你就 那你就 你就自己要限缩你的生活 不然怎么办 现在我们有疫苗的数位证明 让近期也会开放 这个权限 让大家来使用 使用上还是要注意 就是说对于人的 这种基本的自由的限制 不应该过于强烈 担心疫情重创经济 双北市长另替西进 但中央表态不跟进 疫情之下 人权自由如何兼顾 各有坚持 解宗各报道 台北市长 柯文哲打算要 推疫苗护照 两类符合特定条件人士 在运动时 可以不戴口罩 在餐厅用餐的时候 是可以敬酒的 对此各大饭店表示 支持会全力配合 但是对于饭店员工来说 是一种保障 没错 不过他们也很担心 说一些验证的问题 甚至有没有可能 会引发客诉的事件呢 等于说你没有打疫苗 就不能做某些事情 会被客诉呢 民众也陷入两难了 希望可以脱口罩运动 但又很担心 说可能会染疫 该怎么办 业者也很希望 政府赶快颁发正式的政令 给业者有时间做准备 让客人也有更充裕的时间 来做决定 而海外返台的高峰第二天 也就是在1月15号 境外移入新增72例 其中46人是长城落地 检验出确诊 而在上午四班的长城航班 筛出5人阳性确诊 阳性率是4.08% 而指挥中心指挥官就特别宣布说 从1月15号开始 无症状 新症的患者会优先送往加强版的隔离旅馆 或者是集中检疫所 台北市长 柯文哲在中央宣布之前 也去视察了 建坛青年活动中心 234间的房间转为加强版的专责防疫旅馆 他就说了 如果这些数量还超量的话 恐怕去年5月的噩梦又要重演 旅客抵达淘机 拿着大包小包行李绕着入境大厅 绵阳好几百公尺 统统等着筛检 眼看Omcron已攻破国门 1415号两天近万人压境 返台人数达到最高峰 也让机场防疫绷紧神经 15号公布新增6例本土 境外移入72例 美国就占了23例 其中长城落地裁检出阳性确诊的 则有46例 而上午4个长城航班裁检196名旅客 8人验出阳性 阳性率4.08% 和前一天比起来的确有减少 14号一整天694人入境 47人确诊 阳性率6.77% 境外移入暴增 也让医疗量能趋于紧绷 指挥中心要将确诊者分流 轻症无症状患者 优先送往家常版防疫旅馆 或集中检疫所 家常版的还来不及开设 因为我们今天飞机好像有点早到 天天傍晚跟晚上的班机 都会做这样的一个分量 那我们可能会选择在机场比较近 后送的路途不要太远 但柯文哲走在中央宣布前 就率先开第一枪 一早视察专责防疫旅馆的准备状况 清洁区有非常红色的 所有动线走一遍 通风设备也仔细检查 就连针一点也为入住民众着想 现在大家都重度WiFi 干脆人家贴FreeWi Password 就贴在上面 启用建坛青年活动中心 作为家常版防疫专责旅馆 234间房一人一室 将收治20到40岁 轻症及无症状患者 和平医院三种 阳明医院再加上种种 建坛的活动中心 如果台北市超过这个的 去年5月的噩梦又重来一遍 那就大事情了 长城县成了移动的Omcron 加上春节即将到来 中央地方想方设法 避免病毒在社区多点爆发 既然710派解流志展 台北桃园采访报道 在这个高雄三凤中街的年货大街 现在已经涌入了不少人 在准备要挑年货了 但是疫情升温嘛 中央说要禁止试吃 天商配合一些防疫的规定 把原本的小包装 换成再更少的包装来分售 而不止疫情升温隐藏买气 就连年货的价格也飙涨了 其中乌鱼姐今年涨得最夸张 跟往年相比涨了15% 让民众抱怨再跪下去 还真的吃不消了 高雄三凤中街年货商圈开幕 不少民众涌入抢买年货 却发现有人不甩防疫规定 边挑年货边拉下口罩聊天 还有这名男子连口罩都不戴 少一点啊 要不然等着都三级的都来了 怕太靠近的时候人太多 民众心急急就怕疫情爆发 还没过年就来买 是否防疫升级禁止试吃 但这样鱿鱼丝干货饼干 要怎么挑 有业者让民众隔着口罩纹 也有业者脑筋动得快 推出新包装 把坚果饼干称好一斤 包好卫生防疫又漂亮 可以啊 但也比较干净 民众东看看西看看 有点买不下手 因为年货大涨 乌鱼子也升一斤约3000元 人工养殖也要2000元 和往年相比涨了15% 年节必备坚果类核桃益金 也比往年涨10到30元 各品项也涨一至两成 价格很乱啊 又没有同意啊 十几样的话来讲的话 就贵1000块 一点点没关系啦 不要涨太多啦 太多我们吃不消啦 年节开幕民众又怕疫情高涨 还要面对年货涨价 想多买核包就得多淘一点 记者金山中SNG林益荣高雄报导